历朝通俗演绎 第二部 厚瀚片 作者 蔡东藩 播讲 夏秋年 第七十八回 川帝道焚死公孙赞 害国妻勒毙董贵妃 击鼓骂曹 却说 刘勋被孙策所骗 前去攻打上辽 上辽的土豪全都兼臂青野 退守城中 刘勋竟然一无所获 只好屯兵海昏 为攻城做准备 忽然听说孙策袭击晚成 刘勋慌忙退回 路过彭泽时 被孙奔孙府截击一阵 逃到刘夷 刘勋派人到下口向江夏太守黄祖求援 黄祖派水军五千人支援刘勋 孙奔将此事禀报孙策 孙策亲自率兵前往 大破刘勋的军队 刘勋逃往许都 他的部下两千多人 以及黄祖派遣的数百艘战船 都被孙策的军队所获 孙策乘胜西进 猛攻黄祖 黄祖率领水军迎战 并向刘表祈求援兵 刘表派侄子刘虎及部将韩熙率长矛队五千人 帮助黄祖抵御孙策 一场交战 韩熙竟然战死 刘虎也逃回 黄祖孤立无助 也立即退走 船只及军械全部失去 连妻儿都一概抛去 部下被杀死和淹死的打几万人 孙策返回后准备攻打豫章 屯兵骄秋 让公曹余帆招降华新 华新有文武武 怎能抵御孙策 当即派官员欢迎孙策 孙策因华新素有才望 就行学生礼 待他如同上宾 又封孙奔为豫章太守 并且从豫章郡分射出卢陵郡 增设郡守 让孙府担任 刘周瑜镇守八丘 自己班师回到吴帝 小子叙述到此处 不得不将刘备事迹赶紧接入 刚开始 刘备随曹操进入许都 得以觐见县地 县地与刘备续谈刘氏家谱 按辈份 县地应称刘备为叔叔 县地当然对刘备为劳有加 曹操并且举荐刑刘备为左将军 出门同车 坐下同席 待遇甚优 只是刘备看见曹操专权逼主 心怀不满 只因兵力太弱 无法报国 不得不暂时忍耐 曹操还诬告前太尉 杨彪 私通袁术 将他关进监狱 多亏将作大将孔荣 势中巡狱 许令 蛮虫等人 极力解救 才将杨彪赦免放出 一郎赵燕恨曹操专横 上书弹劾曹操 被曹操杀害 曹操请县地到许田打猎 曹操射中一头路 群臣还以为是县地设的 就齐呼万岁 曹操也不推辞 坦然受之 刘备与关羽等人随驾打猎 关羽见曹操如此无礼 愤怒地想杀曹操 经刘备从旁阻止 关羽才未动手 县地也闷闷不乐 停止打猎 返回宫中 暗想满朝大臣只有车记将军董成身兼皇亲国妻 还可以对他说心里话 但无故召见董成 又容易被人怀疑 因此只好密令董贵人制作一条玉带 把亲笔信藏在玉带中 用线缝好 赐给董成 董成心里明白有异常情况 就划破玉带 看见密照 于是与将军吴子兰 王子福及长水校尉崇吉等人密谋诛杀曹操 并邀请左将军刘备一同参与这个秘密联盟 刘备由于是宗室成员 不能不答应 但因曹操失利正强 认为应从缓谋划 不可预诉 瞎凭 预诉则不达 刘备还担心曹操起疑心 就在住宅后面的园子里种菜 韬光养晦 等待时机 有一次曹操邀请刘备赴宴 两人并坐饮酒 席间谈论四方英雄豪杰 曹操捋着胡须笑道 如今天下英雄 只有使君和我曹操 话未说完 刘备不觉大吃一惊 竟将手中的条羹和筷子都吊在了地上 菜批 方徒涛惠 忽被曹操叫破 怎得不惊 碰巧天功作美 这时空中响起了一个霹雳 生振厅堂 刘备立即借此对曹操说 天威如此 怪不得圣人有言 迅雷风裂必变呢 瞎注 迅雷风裂必变 出自论语 意思是说 孔子遇到迅雷暴风 一定会改变脸色 以示对上天的敬畏 就凭这一句话 刘备才把自己惊慌的样子轻轻瞒过 瞎注 成语文雷施柱就是出自这段故事 施柱就是筷子掉了 文雷施柱比喻借别的事情 掩饰自己的真实情况 小说《三国演义》中在曹操主九《论英雄》那一回 还附了一首七诀来称赞刘备的机智应变能力 免从虎学赞屈身 说破英雄惊杀人 巧借文雷来掩饰 随机应变信如神 中共当年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也深安韬光养晦之道 他在自己家里悬挂的条符中就包括有这首名诗 不过 林彪把第一句中的屈身改为七诗 暗示他不像刘备那样只是去了一趟虎学赋宴 而是勉强在虎学里住着 林彪显然把毛泽东比作曹操 而把自己比作身在曹营的刘备 话修续凡 言归正传 袁术逃往青州后 刘备就向曹操讨要差事 愿意率领关张等人前去劫机袁术 曹操派皮匠朱陵 陆昭与刘备同行 名为帮助 实事监控 哪知刘备既然已经脱离虎口 得以远走高飞 岂是朱陵 陆昭两名平庸的皮匠所能牵制住的 刘备一到徐州 就截获袁术的若干自重 于是就让朱陵 陆昭回去禀报 自己与关羽张飞抵达下批城 假传曹操的命令 诱骗刺使车咒出来迎接 蔡柱 车咒担任徐州刺使以及刘备截击袁术 拒见前回 车咒不知事迹 开城迎接刘备 迎头碰到关羽 关羽手起刀落 把车咒劈成两半 当即割下他的首级进城 刘备对外称车咒谋反 所以才将他处死 其余的人无辜 一律免罪 居民也不知是真是假 只要能保全生命 自然没有二话 刘备探视家属 得知甘夫人和弥夫人相安如故 就放下心来 蔡批 插序一笔 为夏文再施欺小章本 刘备留下关羽把手下批成 自己前往小配召集散兵 大约招了一万人 他又担心曹操派兵攻打 就派部下孙前和袁绍结交 依靠袁绍作外援 袁绍刚打败并杀死了公孙赞 春病幽州 原来就想南下攻打曹操 既然刘备派使者前来 就乐得与他联合 袁绍于是打发孙前回去禀报 刘备才稍稍放心一些 但回忆起公孙赞是自己的同学老友 竟被灭族 不免有些伤心 况且自从与公孙赞分别以后 南下援救陶迁时 正值赵云的哥哥去世 赵云辞别自己回到常山 好几年没有相见 也不知他身在何处 蔡批八九回不提赵云 恐怕引起读者怀疑 故在此处急忙补序 面对生离死别 刘备伤感不已 不得不面对北方唏嘘 究竟公孙赞是如何战死的呢 也应就此叙述清楚 原来 公孙赞迁移到异城 高居楼台之上 蔡柱见七十三回 袁绍屡攻不克 就给公孙赞写信安慰劝解 想与他消除怨恨 进行联合 可公孙赞却不予答复 继续加强守备 并对长力观敬说 如今四方虎狼争夺 没有一个能攻下我的城池 原本初虽然强大 也奈何不了我啊 袁绍得知此话 便大举进攻 各守将接连告急 公孙赞并不前去支援 反而对左右说 我如果前去解救一人 人人都想让我去救 这样他们就不肯拼死作战了 蔡批全是呆话 首将等不到援军 有的投降 有的逃跑 袁绍的军队长驱直入 抵达城下 公孙赞又急得没办法 派儿子公孙旭到黑山求救 可是等了很久 也没有援军到来 于是想自己带领突击骑兵 出去迎接黑山援军 侵入冀州 截断袁绍的后路 偏偏官警出来阻止说 主将一出 城池必定失陷 不如坚守待援 可以使袁绍的军队退却 公孙赞因此听从了这一建议 不久 黑山贼头目张燕 蔡柱及楚燕改姓为张 派人去公孙赞那里 报告说起兵十万前来解救一城 公孙赞当然大喜 可是过了十天 援军仍然不到 公孙赞又派使者带着书信去催促张燕 并嘱咐儿子公孙旭迅速领兵前来 约好点火作为信号 以便理应外合 不料公孙赞的使者刚刚出城 就被袁绍的军事活捉 搜出公孙赞的书信 袁绍于是将计就计 派兵埋伏在北郊 纵火引诱公孙赞 公孙赞还以为是公孙旭点火 连忙打开北门 领兵出来响应 哪知袁绍的伏兵突然杀出 奋机公孙赞的军队 公孙赞慌忙逃回 部下已经伤亡大半 剩下几百名残兵逃回城中 袁绍又率兵围攻 暗中挖掘地道 直通公孙赞的楼下 公孙赞在多重楼台寂寞独处 未曾发觉 袁绍的军队后来在地穴内用木柱烧楼 楼台很快倒塌 公孙赞自知难以幸免 他先勒死妻子儿女和姐妹 然后放火自焚 一道冤魂跟随火神同往南方 部将田凯战死 长力观敬叹息道 我如果不阻止将军出城 或许还能成事 如今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我听说君子使别人陷入危难时 必然应该与他共患难 将军既然已死 我怎能独自偷生呢 于是拍马冲入敌阵 奋力拼杀而战死 蔡批 史称观敬本来是酷吏 谄媚逢迎公孙赞乃得妖宠 但观其甘愿与公孙赞同死 尚有忠臣 黑山贼头目张燕听说一城已被攻破 当然不再出兵 公孙赞的儿子公孙旭无家可归 流离硕方 不久被匈奴的除各部杀害 袁绍把公孙赞的首级送入许都 曹操暗中猜忌 对袁绍的使者说 袁绍没有奉朝廷之命 擅自夺取幽州 袁绍的使者回去报告后 袁绍十分恼怒 就想起兵攻打曹操 监军居授禁剑说 近来讨伐公孙赞连年出兵 百姓疲惫 粮仓空虚 不可轻举妄动 不如先抓农业生产 让百姓休养生息 等到养足了锐气 然后出兵进驻黎阳 逐渐向黄河以南发展 同时制造船只 整修武器 分兵四出 使曹军不得安宁 而我们则以意待劳 这样才可以得志 从事田丰的意见也和居寿所说的相同 只有郭土审配为了迎合袁绍的意思 主张出兵 居授又说道 我听说用兵去救乱除暴 方能被称为义兵 依靠人多势众的强势 则被称为交兵 义兵无敌 交兵必败 如今曹操遵奉天子 以号令天下 如果我军前去攻打 就不是名正言顺 况且曹操法令言明 士兵训练有素 与公孙赞那种坐等被打的人完全不同 如果不考察敌情 率大军求胜 未必能够获胜 而失败了却令人担忧 我认为民工的想法不可取 郭土等人仍然抗辩 认定应该南下 并且诋毁居授不听从袁绍的主意 不便做监军 袁绍竟被这两人蛊惑 分别射了三个都督 把军队分成三部分 让居兽与郭徒 淳于琼各统领异军 调兵十万 选马万匹 执日难行 攻打曹操 曹操派曹仁 史焕等将领攻打黄河北部 杀死张扬的部将衰顾攻下涉犬城 蔡柱衰顾北通袁绍屯柱涉犬见前回 曹操也亲自到黄河边 摇注军威 后来得知袁绍即将到来 就回军驻扎在敖仓 与众将商议下一步的进退 众将都担心袁绍势力强盛 难以与之争锋 曹操愤然道 我知道袁绍的为人 他志向远大而才智不足 色力而胆薄 济克而少威 瞎注 这就是成语色力胆薄和济克少威的出处 色力胆薄的意思是 外表强硬而内心怯懦 济克少威是指猜忌刻薄 缺乏威信 言归正传 兵力众多而指挥不当 将领骄横而政令不一 土地虽然广阔 粮食虽然丰足 却正好是为我们准备的 为什么要惧怕它呢 蔡批虽是安定众心 但袁绍之师实尽此数语 于是派赃霸等人前往青州防御园潭 留下余进驻扎在黄河边 又因关渡市南北要冲 于是派兵严守 自己返回许都 安排军粮器械 准备与袁绍作战 同时分别派出说客 招抚张秀和刘表 张秀与曹操有嫌隙 见了曹操派来的使者 听他一番劝说 却也有些动心 因此迟疑不决 正巧袁绍也派使者前来招抚张秀 张秀无所适从 就把贾许招来商议 贾许还没开始商谈 就对袁绍派来的使者说 老你回去感谢袁绍 并告诉他 兄弟尚且不相容 怎能容得下天下豪杰呢 说得袁绍的使者无言以对 匆匆辞别离去 张秀吃惊的说 为何要拒绝袁绍 贾许直率的回答道 袁绍不能成就大事 将军跟随他 只会自取灾祸 张秀又问 难道要投靠曹操吗 贾许接着说 不如前去投奔曹操 张秀皱着眉头说 袁绍强大 曹操弱小 况且曹操又与我有仇 怎能去投奔他呢 贾许解释说 正因为如此 才应该投奔他 曹氏尊奉天子 以令天下 这是应该归附他的第一条理由 袁氏强大 你去投奔他 一定不会受到重用 曹氏势力较弱 得到我们必定欢喜 这是应该归附他的第二条理由 曹氏既然来招抚将军 就不会记仇 并且会格外亲近你 以显示他的大度 这是归附他的第三条理由 请将军不要再迟疑了 应当立即前去归附曹操 蔡批 贾许既劝张秀降曹 前日何不促成邹氏 我恐怕邹氏有之 死不明目 张秀于是带领亲从 与贾许一同前去许都 投降曹操 曹操见到张秀大喜 握着张秀的手 欢颜抚慰 并设宴为他接封 殷勤款待 瞎平 看来曹操的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 全都白白的当了曹操的替死鬼 第二天 曹操就领张秀朝见县帝 当面举荐张秀为杨武将军 举荐贾许为执金吾 县帝自然准奏 退朝以后 曹操又想与张秀结为殷亲 希望张秀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庶子曹军为妻 张秀也觉得乐于答应 就安居在都城 蔡批 前日失去一位叔母 此时又赔了一个女儿 种种吃亏 尚有何乐 唯有刘表观望不前 不肯贸然投奔曹操 曹操因刘表多以少绝 不足为虑 等待以后再做计较 这时 孔荣尚书举荐一人 姓迷明衡 字正平 是平原俊少年 孔荣说他 书智真量 英才卓硕 瞎注 这就是成语书智英才的出处 书智真量与英才卓硕被合并成书智英才这个成语 意思是具有善良的品质 非凡的才能 见善若惊 极恶若愁 瞎注 见善若惊和极恶若愁这两个成语 也是出自孔荣的贱弥衡表 见善若惊是指看见好人好事就会感到惊喜 表示向好人好事学习 极恶若愁是指憎恨坏人坏事 如同憎恨仇敌一般 形容富有正义感 这个成语的另一个形式是极恶如愁 话修续凡 有智鸟雷百不如一恶等等 瞎注 智鸟雷百不如一恶也是个成语 智鸟只猛禽 恶也是一种猛禽 但因其经常在水边捕鱼为食 因此又叫鱼鹰 按照古人对这个成语的诠释 智鸟比喻诸侯 恶比喻天子 因此 智鸟雷百不如一恶就是说 诸侯百人不如天子一人 曹操于是派人去赵弥衡 弥衡生性刚傲 不肯为曹操效力 一再脱病 谢绝曹操派来的使者 并口出狂言 讥讽曹操 曹操得之后 不免愤怒 但因弥衡素有才名 不便杀他 只派士兵逼迫弥衡入府 弥衡无法再次推辞 就昂然前去 见了曹操 只是拱手高举 并不跪拜 曹操也不请他坐下 任由他站着 弥衡仰天叹道 四海虽大 只恨缺乏人才 曹操瞪眼对他说 许都刚刚建立 名人极己 怎么能说还缺乏人才呢 弥衡抗辩道 大儿孔文菊 小儿杨德祖 还有些才华 蔡柱 孔文菊及孔荣 杨德祖是红农人杨修 其他都是庸庸碌碌的人 没有一个能数得上的 曹操宁孝道 想必你刚进许都 还没见识朝中有才的人 就是我手下的文武官员 哪一个没有才能 弥衡嘲笑道 你认为他们有才 何人敢说他们无才 但是依我看来 他们都是一群家奴 毫无成就 循玉只可借面吊丧 瞎注 成语借面吊丧就是出自弥衡的口中 借面吊丧指某人徒有其表 循玉只可让他守目 成语只可让他关门庇护 郭家只可让他吟诵诗词歌赋 张辽只可用来击鼓鸣金 瞎注 成语击鼓鸣金就出自这里 古时候两军作战时 用鼓和金发号施令 击鼓则进 鸣金则退 徐楚只可用来牧牛放马 跃进只可用来宣读诏令 礼典只可用来传送书信 旅钱只可用来磨刀铸剑 满宠只会吃饭喝酒 于晋只可用来修筑城墙 徐晃只可用来屠猪载狗 夏侯敦可以称为顽体将军 瞎注 夏侯敦单目失明 称他为顽体将军 显然是说反话 曹仁可以称为要钱太守 此外更不必说了 蔡丕痛快淋漓 曹操愤怒的问道 你有什么能耐 弥横答道 尚可以辅佐明君 下可以为民造福 不向那些平庸的人不劳而实 只知逢营 曹操愤怒的说道 听说你纯粹是七世道明 只是善于击鼓 可以在我门下做一个掌鼓的小利吧 弥横也不推辞 应声退下 曹操不许他外出 到了第二天 曹操大会宾客摆下酒宴 让鼓励在台阶下击鼓 按照规矩 鼓励应当更换衣服后进来 只有弥横没有换装 他迈着小步登上台阶 剑鼓便敲 演奏渝阳参抓之曲 瞎著 渝阳参抓既是一首鼓曲 也变成一个成语 比喻对暴君的愤怒指责 这首鼓曲张结悲壮 像是在谩骂 又像是在讽刺 满座宾客听了 都为之动容 击鼓完毕之后 弥横走到曹操面前 被官吏拦住 并斥责道 鼓励为何不换服装 竟敢随便进来 弥横并不回答 反而将衣服脱去 裸体站着 孔荣当时也在做 只怕弥横得罪曹操 就让他下堂 弥横退到鼓旁 慢慢换上鼓励的衣帽 然后再次击鼓 声音越来越激烈 击鼓完毕之后 弥横转身离去 曹操笑着对宾客和幕僚说 本想羞辱一下弥横 没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我 众人不欢而散 只有孔荣心中不安 出来后责备弥横道 正平 你是德才兼备的君子 难道应该这么做吗 弥横沉默不语 孔荣再次讲述起曹操李贤下士的诚意 嘱咐弥横前去谢罪 弥横沉吟半天 方才答应 孔荣于是又去拜见曹操 说弥横有疯癫病 现在已经清醒 应当前来谢罪 曹操点头同意 孔荣走后 曹操让门历不要拦阻客人 一心盼着弥横到来 等到傍晚 门历亮呛进来禀报说 大胆的弥横竟敢在营门外面用手杖敲地 呼嚎叫骂 出言不逊 请把他抓起来治罪 曹操生气的说 弥横这小子 我要杀他就像杀一只麻雀老鼠一样容易 只是此人颇有虚名 如果杀了他的话 人们会说我不能容忍 如今我有一个办法 叫他前去刘表那里办事 蔡丕却是一个好办法 于是传令出去 叫弥横前往荆州 招降刘表 献他第二天动身 并且预先嘱咐门下的谋士 在城南为弥横践行 到了第二天清晨 曹操派人催促弥横上路 弥横还不想走 经不住来人再三催逼 只好曹操收拾行李 上马出城 只见南门外摆着酒席 还有一群人等着 弥横只好下马相见 哪知那群衣冠楚楚的人物 名为贱行 却都正襟危坐 并不起来迎接 弥横看到这个情况后 失声痛哭 众人不能不问 弥横挥泪说 坐着的人是坟墓 握着的人是尸体 我面对尸体坟墓 怎能不悲伤 说完仍然上马 加鞭离去 众人回去后将此事禀报曹操 曹操笑着说 我不杀弥横 自然有人杀他 看他这个狂徒还能活多久 话未说完 忽然有人进来禀报 刘备在徐州勾结袁绍 密谋袭击都城 曹操气愤的说 刘备遣返诸灵陆昭 擅自诛杀车咒 我正要讨伐他 他还敢前来攻打我吗 长使刘代正在曹操旁边 听了曹操的话 主动请求效力 攻打刘备 蔡柱 此刘代与前眼周刺史同名义人 眼周刺史刘代已死 罗氏三国演义并作义人 实事误会 曹操于是令刘代与中郎将王忠领兵一万 前去攻打徐州 刘代王忠二人本来就没什么才智与谋略 一到徐州境内 便遇到刘备的军队 他们当下摆好阵势 请刘备回话 刘备纵马出来相见 刘代指责刘备忘恩负义 难逃一死 刘备从容答道 我并非有意背叛曹公 实是因为车骤响谋害我 不得不将他杀死 请二位将军回去禀报曹公 免得伤了和气 刘代王忠齐声说 谁会相信你的谎话 快快下马受擒 免得我们动手 刘备不禁笑道 就是曹公亲自前来 胜负尚且不可知 像你们这些碌碌庸才 就是来一百个我也不怕 菜批当面嘲笑 刘代王忠听了 双朔并举 上前攻打刘备 刘备背后闪出关羽张飞 把他们截住 四位大将骑着马绕场厮杀 刘代王忠哪里是关羽和张飞的对手 只打了几个回合便战败逃走 关张追杀一阵 由刘备明金收军 方才退回 刘代王忠一直逃窜到几十里外 才敢安营扎寨 并派人到许都禀报曹操 请求派兵支援 曹操因已快到年底 勉强忍耐 打算在许都度过新年 然后亲自出征攻打刘备 好不容易已是建安五年 车骑将军董成见曹操日益专横 就暗中派人给刘备送信 让他做外援 自己为内应 以免与吴子兰 王子福等人暗地安排日夜筹备 谁知此事被泄密 竟让曹操得知 曹操立即派兵把董成等人一并拿下 拘禁在狱中 曹操待剑入宫 竟向县帝索要董贵人 县帝正与福皇后闲坐 谈及曹操弄拳 互相叹息 忽然看见曹操快步进来 怒戎满面 不由的大惊失色 曹操开口说 董成无道 竟敢谋反 请陛下立即将他治罪 县帝吞吞吐吐的说 董成是朝廷有功的贵妻 不至于谋反吧 曹操又说道 老臣把皇上迎接到这里 未曾辜负陛下 董成仗着自己是皇亲国妻 竟想害死老臣 臣如果被害 陛下恐怕难以自保 难道这不是谋反吗 县帝说 你有证据吗 曹操瞪着眼说 证据明显 并非诬陷 陛下如果袒护董成 莫非是让他杀老臣不成 蔡批全是无赖图口吻 县帝本来就有密诏给董成 此时更觉得心虚 只好说 董成有罪 理应依法惩治 曹操历声说道 董成的女儿在宫半嫁 也应该连坐 说完 就贺令卫士前去捉拿董贵人 卫士不敢不从命 去了好久 才将董贵人签了出来 曹操又对县帝说 应该立即处死此女 县帝污咽道 董女刚怀孕几个月 等她分娩以后再治罪也不迟 曹操悍然道 无论董女是否生育 就算已经生了儿子 也应当全部诛杀 怎能留下种子 让她为母报仇呢 蔡批 静育绝龙肿吗 这与弑君有何不同 县帝听了此话 吓出一身冷汗 连话都说不出来 再看那董贵人满面惨容 更似万箭穿心 异常痛苦 只听见一声呵斥 曹操竟下令将董贵人拖出宫去 急得献帝说道 曹公 你如果能辅佐镇 就希望你不要太过分 否则不妨把镇废掉 曹操掉头不顾 走出宫外 下令将董贵人勒死 然后再去朝堂 下令行官将董成 吴子兰 王子福 崇吉等人一并斩首 并诸灭三族 可怜一般奉召除奸的大臣竟然被全家诛杀 惨不忍闻 小子有诗探道 敢将独守 逞公为 七绝禅皇 空泪徽 未雨古今 明法女 生生莫作帝王妃 瞎著 七绝指极度凄凉或伤心 禅皇指软弱的皇上 泪徽就是徽泪 明法女指名门贵族的女儿 曹操杀死董成等人之后 又要领兵攻打刘备 欲知刘备能否抵御曹操 且致下回详续 蔡厚平 公孙赞之致死 其失误与袁术相同 袁术死于奢侈 公孙赞也未必不是由奢侈而死 观其建筑层楼 重门固守 妇女传宣 将士解散 他还洋洋自夸得计 一则说 我有储粮三百万壶 把他们吃完后再观察时局的变化 再则说 当今四方虎狼争夺 没有一个能攻下我的城池 谁知袁绍的兵马骤然到来 全城被围 古脚鸣于地中 炷火焚于楼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生 与袁术的结局相比 更为凄惨 左传中说 奢侈为最大的恶行 此话不假 像张秀 刘表 也都是些碌碌无为 不值一谈的人 看看弥衡演奏于扬参抓鼓曲 都会感到惭愧 弥衡虽狂 骂曹一事 却是痛快 曹操仍然不知悔改 竟敢诛杀国妻 勒死黄飞 曹操目无汉帝的行为 至此全部暴露 而陈寿作三国制 还适事维护曹贼 曹贼如果可以算忠臣 王莽又如何能被称为叛逆呢